这条疯狗 临死还乱咬人 陈忠啊 你想不想发大财啊 大人 您这什么意思 这是三张一千两的银票 只要你给我做件事 这三千两银票 就都是你的了 大人 您要小的做什么 大人 来 干啥 我会看 你不拎那半堂 好 好 好好好 可惜 可惜啊 包大人 是他唱得不好吗 是他唱得太好了 那中藤何出此言呢 我刚才在想 明天我就要离开江宁 以后再也无缘听他唱戏了 故此感叹他 广大人为此感叹大可不必 明日广大人离开之时 就让秦新随您去 只要你想听他唱戏 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唱给您听 孟大人 你待我已成 我不能报纸已须 话已至此 我不妨把我心里的打算告诉你 李玉昌的命案 必须有一个都府来承担罪责 否则在皇上面前没办法交代 这个人就是铁宝 等我和周大人把他弹劾走了 就向皇上举荐你 生日两江总督 光大人真是汪木再造父母 多谢了多谢啊 黄大人 不必客气吧 王大人说的正在想办法救大人您出去呢 让大人您耐心地等着 真的 太好了 但还要等多久 也就两三天吧 俗话说得好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大人您也好几天没好好吃一顿 今天好好吃一顿 好 沉重 等我出去了 一定重重有赏 那小子谢谢大人 小子告退 小子告退 太好了 大大奴才 你不想活了你 你才不想活了呢 你自己看看 大人饶命了大人 饶命了大人 把他先压下去 关入大牢 听后发落 这 大人饶命了大人 饶命了大人 大人饶命了 大人饶命了大人 大人饶命了 你 为什么救王山汉 小人知道他是要犯 案子还没审结 自然是轻易死不得 昨天晚上我直更 碰巧看见沉重下毒 怕王山汉死了 我自己会受连累 才出手救他 你 看着我 下去吧 记着领赏 喳 谢大人 丧心病狂 就凭这一天 这个王谷就死定了 弄巧成拙 搬了石头 砸了自己的枪 不用等着王山汉 把他供出来了 现在就能以 谋害重要证人之罪 把他抓起来 对 下官这就派人 去把他给抓起来 不 这个功劳 要给王日章 让他有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日后我在皇上面前 也好为他说话 还是广大人想得周到啊 就这么办 让王日章 去把王谷给抓起来 王大人 下官敬你一杯子 来 来 王大人 今天还挺高兴的 无醉不归 不喝了 不喝了 再喝就醉了 王大人 王生汉一死死的 官吃大吉了 你难道今天就不想喝他个一醉方休 你小子说得好 说得好 王大人 一醉方休 来 这酒我喝了 喝挺美的嘛 王大人 王谷 你故凶偷毒 谋害朝廷重案人证 本官封命 其拿你归 走吧 王生汉 此案事实已明 是你故凶偷毒 谋害朝廷命官 人证物证巨子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害李渔昌一截 我认罪 可是大人 我还有一处 我心里不服 有什么不服 说出来 小的冒领正款 落在我腰包的只有十支二三 其余的十支七八都被我的上风侵吞 为什么只问我的罪 不问他们的罪 你说的这些上风 都有谁啊 一个一个给我说出来 知己的侵吞最多的就是淮安知府亡谷 但是因为事发之后求其庇护 他一次就收了我十万两银子 这些你都记下来了吗 记下来 大人 让他签字画鸭 大人 大人 试一试词 该认的我都认了 可是巡抚大人 也不能把他的罪责推得干干净净啊 案发以后 特别是皇上下旨查办此案以后 巡抚大人就已经知道内情 只是他下令让所有人同一口径 掩盖事情真相啊 他说的你都记下了吗 记下了 大人 让他签字画鸭 大人 广大人 这两份口供 简直是血口怕人 不可财信 不可财信啊 广大人 你说的我都相信 可是怎么能让皇上相信你 而不相信这两份口供呢 那就请广中堂在皇上面前 多多周旋了 这是二十万两银票 勿请广中堂收下 下官的虔诚命运 全靠中堂大人啊 拜托 拜托啊 黄大人实在太客气了 其实啊 这两份口供 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公开他 既然 大人担忧他 那我看 也没有留着他弊啊 谢谢中堂大人 谢谢中堂大人 黄大人 我曾经说 举荐你出任两江总督 绝非虚言 等我回到京城之后 就着手操办此事 你就静候加音吧 多谢中堂大人 事成之后 下官必有后报 汪大人 太客气了 这天色还早 不如 我们再一起 听一段戏如何 那太好了 你确信在周庭栋面前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 应该 应该没有大人 没有就好 很显然 广兴是想借这次办案之机 一手敛财一手培着自己的余打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他肯定会给办走了一样啊 我绝对不能让他的企图得逞 对 不能让他得逞 他们什么时候动身返京 明天早上他们就压着一干人犯动身回京 明天 我一定要趁这次向皇上禀报何宫进展的机会 赶在他们之前把李渔昌命案的真相禀报皇上 好 我们一定要赶在他的前面 今天晚上就动身 不能再耽搁了 好 来人 在 导演 收拾东西 马上启程 是 导演 皇上 和宫事务陈将一如既往 请皇上放心 陈这次回京觐见 还有一事想向皇上禀报 只是害怕有些越族带跑之险 你是朝中重臣 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过问 心里不要有所顾忌 说吧 谢皇上 臣要禀报的就是李渔昌命案的真相 广兴和周庭栋查案还没回来 朕正惦记此事呢 你快说 臣经过案查 发现此案其实是肇事于查阵 果不出所料 你接着说 皇上 多年以来 冒领赈灾两款成为地方官吏的生财之道 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区别只是在于数额的多少 而李渔昌一身的正气 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 才招致了杀身之祸 虽说杀害李渔昌的只是王申汉一个人 但是李渔昌得罪的 却是所有的地方官吏 因此这些人就勾结起来 编了一个弥天大谎来欺骗皇上 可恶之机 江苏之大 竟然容不下一个真正的清官 李渔昌竟然颓败如此 皇上 臣所说的绝无半句序言 另外臣还担心 皇上派下去查办此案的官员 未必愿意让皇上知道此案的真相 屈恒啊 你和广兴 都是朕的骨功之臣 理应齐心协力为朝廷办事 不要互相猜忌攻减 臣知错了 臣只是担心而已 此案主谋为王深汉 主犯为王深汉及其长髓李祥 淮安知府王谷 收受贿赂 知情不报 当以同谋罪论处 两江总督铁宝 任内酿成残害朝廷命官大案 也应追其责任 你说完了 皇上 李玉昌命案的真相 臣已经禀报完了 不过 臣还有一事要向皇上禀报 说 皇上 这是李玉昌的叔父李太清 送过来的经番 皇上 上面写的 皇恩浩荡 便泽苍生 这是百姓 在称颂皇上的大恩呢 那秦境高悬 昭雪沉渊 就是在称诉你和广兴了 很受用对不对 要不怎么会挂在马车外面 从江苏到山东 从山东到河北 从河北到京城 一路招摇过市 皇上 臣知罪了 那么这个案子 你办得果然很漂亮 配得上这八个字吗 一阵看 差得远着呢 朕问你 这个命案始于查阵 你为什么提都不提一句 据朕所知 牵涉到此案中的大小官吏 不在少数 为什么你只把王申汉 王谷推出来 把铁宝带出来的其他人呢 汪日张呢 他身为巡抚 拖得了干系吗 他 皇上 汪日张 亲信王谷禀报 为家何时 有失察之过 失察 问他一个失察之罪 就能让李玉昌 起死回生吗 一个清官 一位忠臣 就是因为不肯同流合污 先是被一个贪官谋害 真相又被一群贪官蓄意掩盖 含冤于九泉之下 李治竟然败坏到如此地步 而且这就是在朕的天下 发生的事 朕也配不上这 皇恩浩荡 辩泽苍生八个字 朕惭愧之志 惭愧之志 你们呢 你们惭愧吗 臣之罪 臣之罪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李玉昌命案 涉案案犯及官吏 判决如下 将王申汉 李强于 李玉昌目前处死 已未冤魂 赐王谷自尽 查莫家产 江宁部政使杨户 蜀安查使胡克家 据阁职遣送 和功效力 江苏巡抚汪日章 阁职回击 两江总督铁宝 阁职发网 敌化效力赎罪 听此 广大人 我查到向皇上告密的人了 试试 戴曲亨 如果是他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们在江苏查案的时候 戴曲亨也在暗中查访 案子的全部情况 他也了解得一清二楚 他赶在我们回京之前 把案子的实情 全部禀报给了皇上 这么说 在山阳阻止亡谷 谋害王身汉的人 就是他 当然只能是他呀 这个戴曲亨 如此的卖力 他究竟是何企图 依我看 他是想把两江 攥在他自己的手里 没那么容易 我苦心经营那么久 岂能鼓手向上了 那咱们就要赶快 想想办法来 一定要抢在戴曲亨之前 向皇上举荐一个 我们自己的人 一捕两江总督之缺 如果皇上准了 这个戴曲亨之前 所做的一切努力 就是白费心机了 王子章是扶不起来了 这窃急之间 哪里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呢 这个和气发愁 想当官的人多了 你我要做的 就是挑一个听话的人 大人 怎么样 有什么新的消息 大人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还是未定之数 大人 您还有机会 这两江总督 可是个难得的委屈 大人 且不可轻易放过呀 这个我心里清楚 谁都知道 要想得到这个飞穴 没有通天的路子 是绝对办不成的 对 眼下去要紧大 是要尽快搞清楚 哪条路子 更可靠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广中堂 你们见他 现在是多得宠 皇上什么事情 不跟他商量 什么事情不倚仗他 真是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连代中堂 都给他挤走了 你说 他还有什么事情 办不成他 走他的路子 应该是没有错 却以为 不全路子 代中堂 虽然放了外任 但是这是皇上 在他和广中堂 之间的权衡之际 这与贬斥 并不相同 而且啊 水患 是皇上的心腹大患之一 派代中堂去治水 实质上 是伪能臣 以重任 使其 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这皇上 早晚还会把他 找回身边的 据我所知 这朝中的大师 皇上都还要 去征求 代中堂的意见 自从 代中堂 总理 何公事务之后 这朝廷 和何都府 之间的联系 是平凡的很大 这就足以说明 皇上 广中堂 和 代大人 他们三人之间的 铁三角关系 并未改变 所以 大人要想走路子 这二人 还必须有艰苦啊 这么说 代徐亨的路子 也得走 这就难办了 他们两个水火不容 逃好了这个 就必然得罪了那个 逃好了那个 就必然得罪了这个 这可如何是好啊 办法 还是有的 什么办法 你倒说一说 首先 必须要搞清楚 他们二人 各自的想法 偷其所好 其次 一定要做到 背靠背 绝对不能让他们 知道 你在向他们的对头 是好 只有这样 才能是他们二人 都能在皇上面前 替您说话 投其所好 此机圣妙 光心善权贪 我们只要有归附之意 再许些钱不 应该能够打动他 太居亨 严禁务实 眼下朕专注于河宫 只要我们承诺 与他共襄 专注于治河大计 一定能够 震忠向怀 这些都不难办到 只是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他们好像 各自已有人选了 放心吧大人 他们二人 是绝对不可能 达成一致的 这些玩意儿 都是我在四川 任上攒下的 供广大人一笑 乐宝大人 收集了不少好东西 福贤几年 散得也差不多了 家底也快空了 能拿出手的不多了 不过 两江可比四川 富数的多呀 只要广大人 能遇成此事 好玩意儿 就会源源不断的 送到府上 这两江的大事呢 我也会照 广大人的意思办 举荐你去 大居恒没话说了吧 不过 我可欠 汪日正一个人情啊 谢广大人成全 不过 此事还是不宜省长 我怕戴居恒知道了 会重重作梗啊 数月不见 戴居恒大人可是瘦多了 也比以前憔悴得多了 整日奔波于河堤之上 风残露宿 岂有不受之礼啊 是啊 知和功臣好凡 本来就不该大人一个人承担 当地都府应当为大人分忧吗 不彻肘 已属万幸了 哪还敢有别的什么奢望啊 本乡举荐一个 能在河宫上替我分忧的 总督人选 广中堂还从中作梗 看来 是没什么指望咯 戴大人 我乐宝 愿为大人分忧 只是 怕广兴从中阻挠啊 论资历 论品级 你都够了 倒不失为以合适人选 乐宝大人 对于你 我别无他求 只要你真能帮我把制和工程 顺利地完成足矣 皇上为此已忧虑多年了 灾区百姓 也实在是太可怜了 假如制和工程再这么拖下去 你我这些做官的 恐怕一辈子都要愧对于自己的良心 戴大人 我乐宝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皇上 对不起百姓 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好 我会向皇上举荐你 但此事 不宜生长 以免广中堂那边 再生出什么幺蛾子来 下官明白 谢戴大人 不谢 两江乃我大清重地 出不得半点乱子 总督直直 不能再这么空着了 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把这个总督的人选定下来 看 还没说话呢 又开始斗气了 朕为此事急得是寝食难安 可你们呢 还在为一己私怨 而不惜耽误朝政 你们这算是贤良之臣吗 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朕 对皇上息怒 臣知错了 行了行了 都起来吧 谢皇上 谢皇上 你们不是都各自举荐了一个人选吗 把折子盛上来 朕来最后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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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么定了 由乐宝出任两江总督 下去你指吧 这 谢皇上 奉天臣运皇帝诏曰 着乐宝补两江总督之缺 三日内动身 赴江陵夫人 不得有误 钦此 奴才遵旨 谢皇上 听说 汪日章至今还赖在江陵不肯走 日久恐怕会生事端 你身为总督 有监督执行圣旨之责 让他赶快走 在他走之前 都说了些什么 都和什么人接触 继续向我通报 下官明白 老爷我不听 抖什么威风啊 还想对我发号司令 这总督本来就是我的嘛 我的嘛 抢的我的总督 还对我发号司令 简直是 我欺人太真了 可是老爷 两个公差还在外候 护着呢 滚 老爷 新任两江总督 乐宝大人有令 请汪大人听令 我不听 汪大人 小人只是跑腿传令的 只管把令传到 听不听 那是大人的事 依照日前所颁圣旨 王日章处革职回籍 皇上着本都监督执行 现王日章本月之内 离开江宁 返回江西老家 不得无故滞留 走 我不听 我不走 别想把我轻易打发走 我要见广东堂 我要叫你广东堂 讨个说法 呸 广性什么东西 收人财物 美女 铁不切人办事 连和身都不如 您是 我是你们老爷的朋友 那深夜来访 有什么要紧事情啊 没什么事 正好路过 特意前来拜访 好 那你里面去 好 去 代大人深夜驱驾奏风 不知所欲何事啊 我听说 汪大人受了些委屈 心里头有点不得痛快 所以才不肯离开江宁 不知道汪大人 是否愿意在戴某面前 意图为快啊 委屈嘛 是有危险 但不足与人道歉 不说也罢 不说也罢 既然汪大人不想说 那我就猜一猜 你是受了谁的委屈 广中堂 哎 哎 代大人 姿势猜不得 猜不得呀 哎 呵 呵 好 既然汪大人不愿意讲 那我就不勉强了 等到那天汪大人想讲的时候 我代某再来洗耳恭听吧 告辞 好啊 又一处绝口喝聋了 这太好了 三位大人辛苦了 乐大人能够在百忙之中 亲自上滴室茶 足见对河宫的重视 多谢 各位大人如此的辛劳 本都岂能袖手旁观 刚才啊 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 功身进展 还算顺利 还算顺利 绝口的河堤 即将全部河楼 下一步呀 给转向导流灌溉工程了 哎 对了 各位大人 功臣用的钱粮 还跟得上吗 承蒙乐大人 关照 两款能及时的播放 不过 功臣千在 呃 戴大人 您这是 多年在河堤之上奔波劳碌 积劳成吉啊 就是啊 不管我怎么说 他就是不肯下宫地休息 别说了 别再说了 工程不完 我绝不离开宫地 偏手知足 鞠躬尽瘁 说的就是 戴大人您呢 过些天 静静静见 本都 专门要向皇上请旨 嘉奖戴大人 不必如此 不必如此 乐大 不必如此 否则本官 倒要孤名 钓鱼之嫌 不过 得了点小病 这二位大人 才是真的 鸡劳成鸡 他们的身体 比我更坏 不过 这儿硬挺着罢了 您尽可放心 我们的身体 足以可以撑到 工程完工 感人之身啊 感人之身啊 工地上的行刑 本都 一定要向皇上 一一禀报的 短短一年时间 就完成了多年来 都没完成的工程 数百万户灾民 重返家园 安居乐业 好啊 戴曲亨 制和功效显著 特指予以嘉奖 即日起 恢复其大学事前 着其回朝中效力 戴军园 为和工鸡劳成鸡 传照予以抚慰 令其离职修养 以示朕体恤臣子之心 广星啊 你旨 今天就发出去 这 乐宝 存在 你回去以后 立刻与戴曲亨 共同商议 这个南河总督的 这个缺由谁来补上 尽快报上来 遵旨 广大人 乐宝大人 你很会做人吗 广大人息怒 因为皇上问起 下官才不得不如实禀报 下官也没想到 皇上会恢复 他的大学事前 招他回朝 这的确是下官之过呀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他排挤出去 你几句话 就让皇上把他招回来 这不是承心一波为难吗 下官有罪 广大人 王日章那里 下官已经照您立次去办了 他走了 王日章急不知趣 赖得将近不走 有点撒泼耍赖的意思 还扬扬广大人 给他一个说法 对广大人的声誉 极其不利 这个无赖 不过广大人尽可放心 王日章那里 下官一定设法替你摆平 不让他给广大人 添什么麻烦 那好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办得漂亮 下官明白 广中堂嫌代曲亨 在朝中爱手爱脚 诸不知 他在江陵 对我也是爱手爱脚 记住高香 就送佛到西天 对我来说 那是最好不过的 那就对不起了 广中堂 我当然要为自己着想了 这一招既能让代曲亨 离开江宁 同时又让他心里头 很是受用 真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那这个南河总督 居家谁合适呢 这个顺水人情 就送给吴敬吧 此宫 富贤已久 做关心妾 当时又是个肯破费的储 看出来了 那好 就照死办理吧 是 这个吴敬 一心只想着敛财 无心语之和 既无财 又无德 绝对不可再用 否则 必然与和公不利 那代大人的意思是 徐端勤勉务实 德才兼备 对和公了如指掌 看作大用 那就按代大人一丝办 只是 只是什么 你看 令叔父代居员代大人 奉旨修养 富贺都致止 也一时空缺 徐端恐怕是 孤掌难明 不如让吴敬补这个缺 听从徐端的调限 他在何度府任职多年 多少也能帮徐端的一些忙啊 既然 乐大人对这个吴敬如此的了解 那就按乐大人的意思 去办吧 让我听徐端的 徐端来吊钱我 买门 钦差来之前 他就是何度府一个小跑腿的 我还不知道他的底细 让我听他的 简直是在打我的脸 这个富贺都 我不干 别在那蹬鼻子上脸了 连这个复合度 还是我给你争来的 别不知足 坐下坐下 你看 这戴中堂的意思 我能有意义吗 我说你怎么就想不开呢 戴中堂马上就要回京了 他这一走 这里不是我说了算 你何愁没有出头之日呢 那我就听乐大人呢 乐大人 下官的前程 可全在您手里啊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老爷 请用药 老爷 您早些歇息吧 明天就回京城了 这一路上车马劳顿 老爷 您的身体 马上被叫 我要出去一趟 老爷 都这么晚了 是啊 老爷 戴大人 为何深夜来风啊 白天 贵妇门前耳目众多 我是怕 给汪的人 带来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什么 耳目 我比监视了 不会吧 老爷 小人都舒服 昨天来找过我 他回去的时候 身后一直有个人 跟着他 直到家门口 忘得人 他们的厉害 你心里应该清楚 如何才能自保 你可得想明白了呀 明天我就要返京了 以后也恐怕不会再来 你心里要有什么委屈 今天就全讲给我听一听 否则 就没这个机会喽 那我就把身家姓美押给戴大人 戴大人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我要不是为了救你 我今天就不会再来 好 我就把光信 说会的事 全部告诉戴大人 给你 你 感谢观看